原标题何景不懂胖子的悲伤减肥时,苹果担担吃。 旁边的主持人,一脸猛何景何老师,在娱乐圈中一直都有很好的人员,而且还高情商。 每次看节目中看到有何老师,就感觉这个节目吻了何老师已经40岁了。 虽然能看到眼角的褶子,但这颜值还是很服气的皮肤也不错。 人送外号何三岁何老师出道,这么多年,一直都很熟都没有见他胖过。 在某一个节目上,何老师来拉仇恨了女主持刘烨,分享减肥经历说,自己为了减肥平补。 每天晚上都吃,然后瘦了12斤这时候,我们何三岁发问了,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。 这时候,女主持刘烨达到当饭吃。 一直没胖过的何老师,怎么会知道胖子的小痛苦呢? 很少见何老师会问出这么不走脑子的话。 暂且容我笑一笑哈哈哈哈何老师,主持这么多年和不少人组合CP。 例如,有一种友情叫何九谢纳和尔蒙,何神算子黄蕾,以及在名珍珠和撒贝宁的组合。 提到何老师和撒贝宁,怎么会少了这个宝宋的名场面? HHHH这么巧,我们都是宝宋的。 两个人不管情商还是智商都是在一个水平上的,真的很喜欢这样强强联手的场面。 好害忧两个人互相抛肛也都接得住。 撒贝宁业务能力,也是很强的,不愧是一二是出来的人,该正经时正经该搞笑时搞笑。 也从来没出现过,两个人互相强化的尴尬场面,跟撒贝宁一起合作何老师都轻松了不少。 感觉撒贝宁是目前为止,唯一一个不需要何老师照顾的人,一边说话,一边帮三个人对着镜头调整位置。 厉害者有网友说,应该给何老师发一个终身成就奖。 挺想看到何老师和撒贝宁一起主持春晚,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性的。 还是自己想想吧,在快乐大本营上,我们的何三岁又上线了。 作为队长相订一队的队长王俊凯,料出来了狠话,在这个节目的时候,还没有你呢? 王俊凯也罢气回应何老师,我是看着你的节目长大的这一波操作很强势的。 何三岁不开心了,需要哄哄的大家喜不喜欢何老师和小洒的CP喜不喜欢? 欢迎评论哟。 欢迎评论哟。 欢迎评论哟。